有个男人在失于全家门口弯着腰 好像在系鞋带 背影有点熟悉 但是想不起来试试 有没有可能 是绑票的人在传递口气 我去看一下吧 别去 就算你现在闯进去了 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守着吧 一定会有新发现 都快二十四个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有我先生的消息 我真的不敢想象 要是我先生没了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呢 太太 太太 有人在院子里扔了张纸条 什么纸条 是玉泉 是玉泉的笔迹 他还活着 真的 只要他还活着 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是 我现在就去各大银行提前兑换美金 一定要在三天之内 套住二十一万美金 你先别急着走 不是说二十万吗 不知道为什么 又涨了一万 你这么明目长胆的去银行 还不被你们家对面的侦探看出来 万一警察一直到介入了 绑票的人完全可能撕票 一拳就永远回不来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先由我们这些亲戚到银行帮你去提钱 然后兑换测美金送到你这儿来 我们这些人先回家 明天再直接从家里到银行 但我们这些人也只能帮你解决一部分美金 因为数额太大 我们提多了 也会引起各方面的怀疑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家里有熟人在银行的话 直接打电话约好 叫银行把钱送到我们这些亲戚家里来 而且告诉银行必须保密 来我们亲戚家不能开银行的车子 和穿银行的工作服 这样就不容易被侦探发现 这两个办法好 看来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刚才那个人好像是我跟踪过的刘炎 向他的背影 张义在那儿守着呢 你在这儿守着 我去刘炎家 我去刘炎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侦探 我又怎么惹你了 我一直盯着留言 二十多个小时了 这次你没走神吧 没有 那小白脸不但是个烟鬼 还是个酒鬼 一大清早就活醉 师父 怎么样了那边 没有动静 英贵鱼家亲戚全都回去了 我们派人跟踪他们 他们回去之后也没再出来 这个英贵鱼倒是挺能沉得出气 记住监视吧 好 等一下 大家好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特意给你们送了乌鸡汤 让你们补一补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我早上一直看着车跟着你呢 卫伯 我们在这儿有点事要商量 你的心意我领了 赶紧回去吧 以后别再跟着我们了 你把汤喝完了我就走们 师父 不要姐头已经把汤送来了 喝吧 喝吧 你们两个过来去 今天你们两个和任务对调一下 你去英贵鱼家守着 师父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自从我在凤儿美家出了事 你就真的不相信我了 不相信我把我赶走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决定了 你可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谈女朋友和女朋友见面 我就不能吃碗馄饨了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张一 你这么说可就没良心了 人家胡小姐是跟了师父一天 看咱们那么辛苦 才给她们送汤来 你还拿这个说事 关你什么事 你看 汤都倒好了 芬芬 赶紧走吧 你把汤喝完了我就走们 行 那我喝了 这样总行了吧 好喝 这还差不多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啊 马超 你觉得这个刘延 会不会和志祺绑票案有关系 难说 他这个人平时吸大烟 主要是靠凤儿美给他供给 现在凤儿美死了 自然也就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难免他就会铤而走险啊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我倒是有个大胆的猜想 这个施育权会不会就是那个 打混乱张义 又进入凤儿美家的那个人 施育权去凤儿美家干什么 他要干嘛打流人 也是为了那个美容霜盒子里的东西啊 那美容霜盒子里能有什么东西 存折 金箱链 钻石 施育权根本就不缺这些 如果美容霜盒子里的东西 曾经出现在李梦露凶杀的现场呢 如果出现过 那这个东西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那师父照你这么推论的话 凤儿美 刘延 施育权 全都有可能出现在李梦露的凶杀现场 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其中之一 可是凤儿美已经死了呀 难道凶手把她杀害了是因为灭口 或者凤儿美和施育权合伙 又或者凤儿美 刘延和施育权合伙 真是个秘局啊 组织军 哟 谁这妹妹那么漂亮啊 要不要跟我去南京路逗逗 来吧 我车上很舒服的 师傅 掉头 不知道我是谁啊 哪儿来的漂亮妹妹啊 小弟弟 是你啊 去哪儿呢 我没事 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上班呢 那正好啊 我送你 好啊 留言呢 在家呢 你小小年纪会开车啊 我家的车 多着呢 你家很有钱呢 是啊 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做丝绸生意的 我叔叔 他是开药房的 我还有个舅舅 他是开百货公司的 你家生意做的很大啊 家族企业嘛 小弟弟 你长得很漂亮啊 要不 今晚你别上班了 我带你去玩一下 好啊 我们去哪儿玩啊 我带你去曹河京兜风去怎么样 好啊 走啊 听我大哥留言说 你有男人了 是啊 是个老乌龟 什么 不中用了 这钱倒是有的 可是家里养着七方姨太太呢 她呀 可是清朝的时候做大官的 搞了不少钱 六十多岁了呢 没有啊 我以前呢 是在司马路书役里做的 后来碰到老乌龟就把我给熟了出来 帮我租了房 这一个礼拜呢 来我这里三四次的 可是最近一个月也就来那么一回 这钱呢 给的越来越少了 唉 我呢 只能去酒吧 陪陪酒 赚点钱的 哈哈 怪不得叫玻璃杯女王 天天要拿酒杯 是吧 唉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玻璃杯女郎 可是全上海滩酒吧里面选出来的 你这么有钱 不嫌弃我年纪比你大吧 我不嫌弃 我欣赏你 我欣赏你 我先去上个厕所 唉 exped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这些年轻漂亮的男人在一起的 那你干什么小天地 绑票 老师娘 你个腿儿子 你干什么用 老草打兔子 身带着绑一个 好 尽快点 快点 你干什么 要事 什么 老公知道已经生死了 我 不是要你去关死了 停车死了 快 快 她 你快点 快 你快 你快 我家里边要死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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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有钱 你跑啊 你个老女人 我也要求你 你不行 我 好了 这 什么 糟女 中文字幕——YK 是你啊 你怎么才回来啊 不是说好昨天晚上回来的吗 哦 我昨天在家睡了 你不会暴露吧 不会 肉票怎么样 没问题 那你赶紧睡吧 半夜你还要起来看这肉票呢 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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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够十一万了 明天再让银行的人冒充报社的人送来十万 我想就够了 都已经两天了 我们家玉犬 不知道怎么样啊 他这次 他这次可是遭大罪了 钱凑够了人就回来了 你就别伤心了啊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全开 哎呀 这回一定发 王莉犬 我要带着你远走高飞 哈哈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美美的过日子 买一栋小房子 哈哈哈哈 你等着我 哎 咬勾了 这条肯定是条不小的鱼 差不多有四五级 可以走鸿兽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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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啊 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我这个局长的饭碗非得被端了不可 知道吗 我把你从李蒙露和凤仁美的案子 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说说吧 你 你对这个案子是怎么看的 程蒙局长看得起我 你什么意思啊 师父 到现在你还不愿意承认李蒙露是他杀 好了 不要再说什么李蒙露的案子 先说这个案子 程氏女性 从依照上来看 是做那种职业的 他 在这儿 被人抛尸 是第二现场 杀人现场呢 在那儿 我们提取了两种脚印 一种是男人的皮鞋脚印 一种是女士高跟鞋的脚印 女士高跟鞋的脚印 只有两个 一前一后 而男士的皮鞋 有二十多个 但是都出于同一个人的脚印 这个现场还有 汽车轮胎的影子 所以综合现在现场的痕迹来看 被害人来这儿的时候还活着 他曾经下过车 又被拉回了车里 他的脖子上面有掐痕 左右脸有整张 像是被顿武中击过 应该之前有过激烈的争斗 所以我推测被害人想逃跑 但是又被拉回了车里 脸部被夹在门缝的中间 被顿武中击而亡 这个案子不难破 冲手不是职业杀手 只是想对被害人实施抢劫 或者是监污 遭到了反抗之后 冲动杀人 那么你觉得这个凶手 会是个什么人呢 凶手就是司机 在车上杀的人 这就大大的缩小了 我们侦破的范围 只要我们锁定全上海 有车的人家 或者公司以及车行 那么这个案子就破了 这第一步就是要查清 这被害人的身份 同时根据车胎的印子 来分析出 车子的型号 以及初船的地方 都听到了吗 大家分头行动 我献你们三日内团 是 罗探长 还没有情况 只是亲戚出镜 没有看见生人 探长 是不是我们判断有误 施玉泉出差去北平 根本就没有什么绑架案 谁说的 是张毅说的 继续监视 师傅 曹警察日案件怎么样了 先不说那个 这是怎么样 刘云之小子一直在家里 从来都没出来过 这小子还挺能沉得住气 得想办法 哦 刚才局里来人传话 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说曹河京杀人案件的女士 身份已经确定了 还有 车型也已经确认 是美国福特牌的车子 哦 我知道了 那你快回局里吧 这不是这的局长想什么东西 你自己小心点吧 小天啊 按照你的思路 死者叫华瑞英 迪迪斯酒吧的玻璃杯女郎 昨天晚上没上班 家里人也没有见到她 所以今天一见到尸体 就认出了是华瑞英 对吗 轮胎经过鉴定 是福特牌车子 虽然说全市有三百多辆 但我们已经锁定了重要对象 车主说车子已被人借走 两天至今未还 好 那就迅速赶到车主家 找到凶手 将其拘捕归案 那辆福特车 被我一个远方亲戚借走 说是要借一个星期 到现在才两天呢 借车人叫什么名字 周小林 他借你车这么长时间 是第一次吗 以前借车都是一天半天的 这次借这么长时间 我刚开始也有一点犹豫 可是周小林说 能给我几百块大洋的补贴 我一天有钱 就把车借给他了 你也知道 我们家是开车行的 就是靠车赚钱的嘛 他平时是干什么的 没有固定职业 到处游玩混世界 其实说白了就是个混混 那几百块大洋对他来说 可是个大钱呢 他 他犯了什么事吗 他住哪儿 郑家木桥一千零八冻七十号二零四十 他借你车 有没有凭据啊 有有有 就在你手上的本子里 立即击穿周小林 是 是 行动 报告探长 没有发信 派人留守这里 向局里申请 冲击周小林 是 还没有情况 没有情况 这样 你把施育前家里面那些 司机保姆的资料 从警察局里面调出来 干什么 让你调就调 问那么多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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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换个房 学长 来 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侦探 在主人家见过 上车 找我有什么事 找你当然有事 上车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 应该郁家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 施玉泉呢 去北平了 你撒谎 没撒谎真去北平了 你爸爸 翻漫大烟的事 你知道吗 你爸爸在四川云南 翻漫大烟 情况已经被我们掌握了 你好好看看 要不要把你爸爸 关进监狱 就看你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至少可以判你爸爸 十年的徒刑 那 那 你能不能帮帮我 可以 只要你老实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好 我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施玉泉在哪 还是不想说 好吧 那你不说吧 你就等待你的老父亲坐牢吧 下车 不是 主人不让手 怕撕票了 撕票 什么撕票 怎么会撕票 没有 施玉泉被绑架了是吧 不是我说的 我没说过 说吧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那天是我开的车 突然来了四个人 把主人给绑了 把我也给打晕了 现在女主人不让报官 现在 他们正准备交易呢 那四个网票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 真的 你看我这还被他们打了呢 英贵不报警 你说的话空口无凭 真的 我没骗你 这两天我一直开着车 带着他们家亲戚 到各个银行区取钱 我被打晕之后 绑匪在我的口袋里 塞了一张索要二十万美金的条子 我想看看那个条子 在女主人手里吗 你应该会有办法的 你应该会有办法的 老陈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东姐 我有件事 想请您帮帮忙 什么事 我老婆发高烧了 得急着送医院 我想问您借个车用一下 好呀 快点送回来就是了 你去吧 怎么还不走啊 刚才送您亲戚的 我把那个车钥匙 落在您的卧室了 那你快去找吧 谢谢啊 谢谢老婆娘 谢谢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果然是被绑票了 那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父亲怎么办 动心吧 我会关照他 好 那我赶紧回去了 不然主人发现条子不见 就麻烦了 等等 把条子这让我看看 这个自己很熟悉 你可离了大功了 十一前被绑票的案子 破了 周晓林不仅杀害了玻璃杯女郎 而且还绑架了炮叶大横施玉拳 我有个青年在松江乡下 我估计周晓林会去那 行动 抓捕周晓林 吃 莉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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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没什么必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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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探长 救命啊 上了解开 周小林人哪 回上海了 回上海干什么 拿肉票的钱去了 几个人 两个 上海还有一个 一共三个 上海的是谁啊 刘言 刘言 美男子刘言 喂 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是二十一万美金吗 不要连号的 是的 准备好了 我家先生施育权呢 先不要说你家先生 马上开车到 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口 只允许你和司机两个人 多一个人 交易停止 撕票 半个小时后 会有辆黑色的轿车 停到你的车旁边 把钱扔到 黑色轿车的窗户里 要是报警 要是假钱 就等着替施育权收尸吧 我的丈夫 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钱到我们手后 一小时内放人 开始了 开始了 大家不要怕 对方没有告关 没有报警 我刘言 在上海盘窝囊十年了 今天 就要干一件大事了 明天大家都是富人了 我就可以和我爱的人 过上幸福的日子了 你爱的老女人 不是死了吗 我爱的是个年轻的 叫汪丽丽 行动 师父 怎么样了 刘言估计是喝多了 好像日前没反应 多酒 四十分钟 上去看看 师父 应归一家出动了 是开车出去的 你为什么不跟着 没有你的指示 我哪敢随便行动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那墙都跑了 应归你从哪个方向去了 好像是静安寺方向 上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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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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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卫卫 来 来 给他用 卫卫 卫卫 前面那辆不就是殷桂玉的车吗 大光明电影员们口街头 一定要接住绑匪 是 快 把钱拿过来 不然等着骑士玉柴收拾 不好 电影要散场了 快 快来这儿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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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 离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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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别转了 A区撤了小林的亲戚家换车了 走 打开 走 打开 让开 让开 车引我了 出来 把钱给他 大洋没有 美金行不行 行啊 注意动 注意动 我什么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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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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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林 绑架石玉泉 杀害玻璃被女王之王的人 就是你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绑架 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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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妍她在半路分了钱下车了 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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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妍